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给大家讲解智能家居以及物联网的一些知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自己写的Home Assistant的加载项,这个加载项的目的是每日定时备份你的Home Assistant到你自己的阿里云盘。 一般我们玩Home Assistant的小伙伴都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和打磨自己的智能家居系统,有些完美主义者甚至每天都在调整和完善。 那么我们安装在TF卡或者是EMMC里的数据一旦丢失,付出的心血就会复之东流。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Home Assistant很贴心地准备了完整的备份和恢复方案。 甚至我们直接使用Home Assistant自带的自动化,就能实现自动备份。 但是问题来了,自动备份到本地了,本地存储环境坏掉的风险还是无法避免。 于是我找到了一个Google Backup的加载项。 它可以实现把Home Assistant的备份上传到谷歌云盘,还可以定义保留多长时间。 加载项的选项也是非常丰富的。 可是这个加载项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我们的玩家就不太友好了。 本来加载项商店加载起来就非常费劲。 加载项商店总是一片空白,更别说把系统备份到谷歌云盘了。 于是我就想,能不能用阿里云盘做备份呢? 一个礼拜后,一个加载项出炉了。 我已经把它发布在了我的加载项库里。 如果你添加了我的加载项库,还没有显示出来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我编译的,适合中国大陆地区的HAS OS版本。 如果你不想折腾,那就直接购买使用Home Assistant官方硬件。 Home Assistant Grim吧。 我也是为了大家准备了淘宝优惠码。 购买Home Assistant Grim可以节省60元。 购买Sky Connect可以节省20元。 我会在视频下方标注领取优惠券的地址。 请大家点击优惠券链接。 同时,上面提到的大陆版本固件,也是适用Home Assistant Grim的。 后续关注我的博客,我也会给大家同时更新Home Assistant Grim, 如何刷入我自编译的适合大陆网络环境的固件版本。 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写的这个阿里云备份插件具体是如何使用的。 备份工具嘛,无非就是备份和还原。 我们首先进入设置,加载项,加载项商店。 右边有右上角有三个点。 我们选择仓库,添加一个自定义仓库,地址为github.com杠武汉Home Assistant Add-ons。 这个夹带向仓库就是我自己的仓库。 如果大家添加成功之后,后续我在写的插件都会自动显示在这里。 添加成功之后,我们看就会显示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点击阿里云盘备份这个加载项,点击安装即可。 安装完毕之后,我们可以在左侧看到插件入口。 点击CN Backup就能看到一个二维码。 我们打开手机阿里云盘,点击扫一扫功能登录之后,就会显示下面的界面。 关于备份的部分,大家会在首页的左下方看到一些显示参数。 这些参数都是可以在加载项的设置里面来进行修改的。 默认插件每天都会在凌晨的三点钟自动执行备份。 如果你想修改的话,可以到加载项的设置里进行修改。 修改包括可以修改我们的保存路径,修改我们的备份时间等等。 如果我们需要恢复备份的时候,只需要把备份文件从阿里云盘对应的备份目录下载回你的本地。 然后我们重新安装Home Assistant,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在欢迎页面这个位置点击上传备份。 我们把备份上传之后,Home Assistant就会还原成你备份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好,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